常常就會像我這樣子 習慣就是 會找到其他的慰藉 靠吃來慰藉 靠我這樣子 變壯是不是 對 靠吃來慰藉 所以 對 所以詩雅 詩雅你有打算貢獻出身材嗎 她沒關係 她已經過了第一關了 她是沉穩的土相 所以妳第一關 就是已經過了喬姐的面試 一份工作在外面是比較特殊的 對 比較沒有深入了解的話 會不知道我們這個行業的特殊性 是 對 那所以在今天這個行業的開始之前 想要跟你們去分享一下 就是說我們這個工作 它對於一般人 跟我今天朝九晚五有什麼不一樣 第一個 就是你們覺得 人在什麼時候會死掉 什麼時間 對 所以是24小時都要 夠口 對 沒錯 連妳在洗澡的時候都要 對 一來就要出發 對 要出發 等於沒有休息時間 應該說今天如果妳是值班 或者是妳是被指定 家屬指定的禮儀師的話 妳的心裡面就是 隨時待命 對 對 出門逛街都是西裝 這份工作不能說不尊重她 是因為 妳奉獻了這麼多 所以妳勢必這份工作要把它做好 是 那我們像剛剛李懿講到車禍 車禍我們第一個想到就是 遵體的狀況 嗯 妳平常對血 會害怕嗎 妳也太害怕 不會 確定嗎 確定 如果是大量的血加 還沒看過 我覺得我原本以為我對血不害怕 可是我有看過大量的血 我會瞬間有一種同暈 同暈感 真的 真的 對 會突然有一種什麼暈暈的那種感覺 因為其實大量的血帶給我們的不是視覺衝擊 它還有的 對 是現場的血腥味 然後再來就是肢體的肉塊 或者是肉的部分 對 那譬如說我們最常碰到的 亂衣如果是跳樓等等的 可能就是 可能內臟或者是腦漿 那 我們要去 以前你們都在想說 那到底它怎麼回到 對 它不是拿個水管沖一沖把它沖到排水溝 這可不行 我們真的是拿任何可以使用到的用品 把它慢慢的繞回來 放回去 放回去 盡可能的放回去 休補好 對 也不到休補 但是起碼還給它 至少在該站的位置 對 譬如說腸子在外面 我就是把它撿回去 放在肚子裡面 對 我也不可能把它整回原來的位置 但是起碼這個腸子是它的 對 那腦漿我們也是盡可能 因為腦漿其實它就像那個豆腐腦 然後花花的 那我們也是盡可能把它撿起來 放回它的破掉的腦殼裡面 因為你雖然每天做著重複的工作 但是其實對他們來說永遠都是第一次 也是唯一的一次 對 所以 心態這個部分 你必須把每一次當成 每一次都當成第一次 對 就是那種尊敬的心 然後不只是往生者 連活人的心情 然後也要照顧到 那個是另外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我們都講 亡者我們就是秉承敬意 安頓好就好 但是家屬是另外一件厲害的事情 然後你還是要保持你很正向能量 你就想說對 家屬 誰叫他家裡現在這麼大的事情 我也不能怪他 你要好好的去吸納這樣子的一個負面能量 這個直哀感覺沒有辦法做太長 可是你做長的就會像我這樣子 習慣就是 會找到其他的慰藉 就是靠吃來慰藉 靠我這樣子 變壯是不是 對 靠吃來慰藉 所以 對 所以思雅 思雅你有打算貢獻出身材嗎 他沒關係 他已經過了第一關了 他是沈穩的土相 土相 所以你第一關就是已經過了喬姐的命 我們今天一整天呢 還會有非常多的一些 過程 去瞭解